昨天NCC大动作的开罚了中天新闻台 在这第848次的委员会 可能会写下台湾的新闻史的一页黑记录 有9个处犯案件当中 有5个跟韩国瑜有关系 所以韩国瑜其实也是这一次NCC主要裁处的报导对象 那其中3个是中天新闻的报导 具体裁罚100万的内容是什么 来看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是韩国瑜在新马出访的时候 中天新闻有一则报导 就是在这个出访的过程当中 外交部人员是在协助 韩国瑜还是在盯场 就是盯场这一个字 让外交部看了非常的不高兴 一直强调这是假新闻 外交部不是在盯场 于是NCC就针对这条新闻说 违反了事实查证的原则 导致了损害公共利益 因为这样罚了60万 这是一则跟韩国瑜有关的出访新闻 外交部不满意 于是NCC就开罚了 那另外一则被认定是 内容违反公序良俗事实查证的规定 那是一则什么样子的新闻 就是三个市长合体天空出现 凤凰展翅云朵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巧合的照片 被民众拍下来了 那这则新闻当中 其实内容有气象专家认为 这个云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如何 不过在当天三个市长合体的时候 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照片 非常热烈的讨论 这个是不是凤凰展翅的云朵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网路上面 网友热议话题的新闻 不过NCC的认定 这个叫做违反公序良俗 还有事实查证的规定 那所以罚了40万 两件具体的裁罚都有很大的争议 这样子的内容 是不是在所谓违反事实查证 违反善良风俗的界线上 不属于媒体自律的范围 而是NCC要开罚的范围 假设这两则新闻的内容 踩到了NCC必须处罚的红线 其实过去以来 非常多的新闻报道内容 跟这两则内容的雷同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NCC到底如何镇定 哪一则该罚 哪一则不该罚 还是因为这两则新闻 因为都跟韩国语有关 所以通通得罚 那另外来看 除了这两则具体裁罚的新闻之外 NCC还做了很多的 附加条款的说明 要求中天新闻做出一些改正措施 包括一个月内要补习新闻部的各阶人力 包括新闻总监 设立独立的审查人 就相关部门组织 职责决策模式责任归属提出说明 还要介入的是新闻部内部的运作吗 未来所有的人事人力 是要送到NCC去审查吗 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吗 这部分NCC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一个月内要针对新闻如何落实事实查证公平原则 提出改善报告及教育训练的计划 一个月内要检讨伦理委员会组成委员的新闻背景 是否足够 对于中天新闻的伦理委员会的学者的背景 他们也有意见 另外要借起改正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继续除以罚还 还有可能要测换新闻部主管 完全把手伸入了新闻台的内部运作 而这么多的一个处方案都是针对韩国瑜 针对中天 这是过去13年来NCC没有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而且他要求的改正要求的落实 是没有标准的 他没有告诉你说如何改正 如何落实比例是什么 因为在会后的记者会当中 中天新闻台的主管也请教NCC的发言人说 你认为某个特定人物的播报比例过高 请问比例过高的定义是多少 是50%过高 30%过高 还是70%过高 你认为说除了韩国瑜之外的 其他的政治人物 需不需要也定一个播报比例 这些事情NCC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询问人员 未来大家要如何去跟NCC 进行这方面的标准互动 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很复杂 但简单也可以说 就是只准周冠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只准这个巨龙红光 不准凤凰展翅 如果说NCC他在所有的新闻台的 申请执照的时候有规范 每一个政治人物或是哪一个党的 他的这个播报比例 他必须有多少 就像我们中全会有规定 在选举最后阶段的时候 可能你的报道上面你必须平衡 这个地方如果有两个 或是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如果你访问了这个人 另外一个人你可能也必须访问 或是在很多的新闻呈现上 这种有相关的SOP 有标准可以做的时候 那OK 但如果没有 只是因为说所谓的有人检举 所谓的有这个网红 他做了什么样的电话录音 所谓的很多的民众说 看到这个比例可能超过50% 那就拿出当一个新闻的报道 超过百分之几之上的时候 要怎么处置 警告 检讨 开罚 撤照 换照 不知道SOP在哪里 标准法源在哪里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 只准聚龙宏光 不准凤凰展翅 我说实在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个人看到类似像这样子 什么天有意象新闻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不会太具摘 因为我不相信 但是你说你有报道这个内容 所以我要要求你这个报告 或是要处罚你的时候 你就要 第一个你标准那一致 第二个就是你要告诉我 你的标准的根据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几年前友台也有一个 叫聚龙宏光 我跟你講我真的看不出来聚龙 因为这种状况 在我印象所及 夏天的午后太常出现了 就是这样一个图 这样的一个图 其实当时友台就是讲 降龙真子 当然他记得打了一个问号 降龙真子 賴清德接隔魁 就是2017年9月 当晚天空有聚龙宏光 被传成异象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也 我必须要讲 包含了刚刚所讲的这个 跟这个新闻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凤凰展翅 所以只能聚龙宏光 只准聚龙宏光 不准凤凰展翅 两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样 就是第一个我不相信 第二个可能有点怪力乱神 但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网路上有人在讨论 网路上有人在讲这个那个 还有再给大家看一个 大家记得吗 蔡总统她曾经有去一个 可能是一个类似宗教的活动的时候 非常多的牧师联手帮她助导 当所有的牧师把手 放在蔡总统的身上的时候 天上就撒下了圣光 当时也不只有这大媒体报导 好几个媒体都有报导 所以当这个事情 当你觉得你可能看着讨厌会觉得 甚至你会觉得恶心 或者是你觉得说 你不相信的报导出现的时候 还是回到维翰讲的那句话 就是你对于这个事情的标准在哪里 就像几年之前我们常常在讨论就是 周星馳我很喜欢看她的电影 十大重播卖座片当中十部有七部 其中唐伯午典秋香好像被播 不知道播了几次 这个时候 这个相关的单位就可以去告诉 这个电影台跟她讲说 你当时在设立这个电台的时候 电影台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你的这个 新的电影的轮播比例 好像大概一年要18部 你这样子重播 重播不用法 可是你的新电影不够 那就违反了你当初设立 跟你申请的计划书 我觉得这样就有标准 所以今天在昨天的NCC的 记者会上我全部都有看 这个副主委他一直没有办法回答出 所谓的中天新闻出现了 超过50%的韩国瑜报道的时候 他的根据 他的想要开阀 或是想要你来写报告书的 法人基础是什么 事实上其实我也坦白讲 某些台在选举期间的时候 民进党的政治问题的新闻也特别多 甚至还有一个台他是做选前 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印象 台北市长的民调 杨文智是超过90%的 这样的话这算什么 这是假新闻 还是说你的政治立场 所以有不同的立场或报道的角度 跟所谓的新闻录出的比例 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回到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就是 你的标准是什么 有没有哪一条告诉你 当你报道了特定的事件 观众朋友 因为过去我还是在 去年出来当评论员之前 我是在电视台18年 广播一年 加台19年 曾经有很多大事 包含了第二次的播完战争的时候 我当时也在当 我不只是记者 我还是主播 有一天晚上突然 CNN跟路透AP都传出个讯息 又一次的攻坚 我播11点到半夜1点的收播新闻 播2个小时 播到了快1点的时候 出现那个即日新闻了 立刻加逢我播到3点 就我一个人 然后那个时候的新闻 整天24小时 不是百分之50几行贵 是百分之百都是外电 所有的社会组 地方组 跟生活组 还有政治中心 全部打散 每一组只留一组 去做你的新闻 可是不一定播 全部的人回到了国际中心 去看那一些外电 播完战争 坦克车 航空母舰等 都在做那个 一天24小时都是 他也跟台湾没有直接相关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违反了比例 在新闻学上 过去我看在念书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新闻学就不多讲 但是有个简单的东西跟大家说 People need to know People want to know and human interest 人们虚知 人们想知 跟人情趣味 像前几天立法院三读 通过那个酒册 他的开罚 从你据册9万到变18万 这个就是人们虚知 你说我没有喝酒 我为什么要知道 对 你可能不想知道 可是你必须知道 缴税的比例 夫妻可否合并申报 政府的政策叫人们虚知 另外是人们想知 像八卦 哪一个女明星 她要跟谁在一起 谁要分手 有的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运动赛事 人情趣味 有的人活得很老 有的小朋友才6岁全身肌肉 人咬狗才是新闻 狗咬人不是新闻 所以当人们虚知 人们想知跟 这个人情趣味在一起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个排比 当你这三个 三个圈圈 一就代表它的重要性 两个事件重叠的时候 它的重要性变二 但如果这件事情 同时是人们虚知又想知 而且又是人情趣味的时候 它会重点到三 所以它的轮波比例次数就会提高 从去年的823高雄开始出现大眼水 而韩国瑜的选情 在一个不可能翻转的地方 这也包含了人们想知 跟人们虚位以及人们续知 因为一个不可能被翻转的地方 好像要被翻转了 然后大家都开始密集的播报 所以当N14在讲 某个电视台 你播报韩国瑜的比例过高的时候 第一个你的标准是什么 怎么样才要过高 开罚的标准 现在要写检讨报告 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解释 要不然的话要换掉新闻部主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副主委 自己来当新闻部主管就OK 第二个就是我是电视新闻的从业人员 我做了非常久 不是说我今天拿了谁的业配收500 我去做谁 我如果做了那个新闻 那个方向的 譬如说鸡排没切 情侣在路边监视器互甩巴掌 两个人在那边吵架 他说出去有跳起来 有的人会讲说 为什么电视台会做那种 行车记录器的新闻 因为他有收视率 当然他还有社会责任 我刚刚讲的 你一些制度方面 所以纵观了刚刚我所讲到现在 就是当你去了解一个 电视新闻的生态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所选择新闻的时候 不是丹伊尼所想像的 可能是被谁收买 或是下了业配或怎么样 而是他也有他的收视率 跟整个台信的追逐 人们值得权利的考量 People need to know People want to know and the human interest 现在NCC要开罰 我觉得很多地方 他可能必须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巨龙宏观可以 凤凰展翅不行 你很不得宝得 谁更需要新闻的 你很不得宝得 你绝对